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圣哥现在上来一一揭晓 从整体上来讲 咱们把握的个股呢 我不知道都有没有去按照圣哥所讲的这个什么呀 以及他的一个呢 根据他的一个什么呀 分时走势法则来进行一个分析 从整体上来讲呢 上麦之前圣哥就已经呢分析出来 哪一支咱们可以进行一个重点把握 现在这一支个股呢我也看得见 不断的有大单进来 这个时间呢稍微跟圣哥的时间有点差距 但是呢都差不多 目前呢大单不断的流进来 这一支个股呢都看得见 很多朋友也猜得到了 15块钱左右的个股还有哪一支呢 就是咱们北化股份 这一支个股 首先把它干嘛 加入到咱们自选百块当中 北化股份 这一支呢北化股份 咱们呢该怎样去进行个把握 为什么看好它 而没有开盘 我们就让大家呢进行个把握呢 从整体上来看 咱们都可以清楚 对吧 北化股份呢目前开盘了高开四个点 四个点的一个价格呢 我呢确实不建议大家去追涨 这点 就算涨停咱们也只能够赚个几个点 对吧朋友们 所以呢整体的趋势 咱们一定要以稳健为主 这一个啊明确的话 你给我回复一个啪啪啪 所以呢今天呢 咱们圣哥啊来的时候呢 比较晚就是在分析 咱们北化股份这一支个股啊 从目前下来看呢 北化股份咱们呢怎么样 分两种来把握激进派以及稳健派 激进派的呢怎么把握啊 目前啊现价呢 咱们啊十五块八毛零 啊这一个位置啊不止八毛零了 对吧八毛五了 啊朋友们 这一个位置呢进行三层仓位 把握这一点啊朋友们 咱们圣哥呢分为两种 对吧一个激进的一个稳健的 那稳健派的呢可以干嘛 可以呢等待突破 这一个呢分时均价限 那分时均价限呢再把握 再一个 也就是咱们这一条怎么样 把黄四分时均价限再来把握 这一点呢能够明白的话 给圣哥回复一个啪啪啪 好吧这一点所以呢整体上来讲 咱们早盘一出即发都知道 把握过的个股呢基本上 都有不错的收益 对吧朋友们 所以呢从目前整体上来讲 北话股份咱们先等待 啊这一点把握基金派的把握的呢 你现在可以干嘛 可以呢安心的持有 好吧因为呢圣哥在上麦之前 就已经给大家分析的非常的明白 这个所以呢整体上来讲 咱们圣哥认为问题都不大 这一点那么今天呢 3月27号一带一路持续走强 啊过江呢引领市场热点前进 这个都知道呢前期一带一路走得非常的好 以及次行股呢还有等等这一些呢 水泥板块都好对吧 铃电池的这些等等 那么目前整体市场来讲呢 需要的什么呀 需要的呢就是一个呢 热点题材来带动整体这个什么呀 市场元气 之所以大盘一直在震荡 就是因为呢目前市场元气不足 市场元气不足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整体上来讲呢不管是油资还是呢大户 以及庄家都在等待这个领头羊 那么这个领头羊呢必然是什么呀 必然呢是这个呢 有这个呢实力以及呢稳定的 也就是咱们这个什么呀 国家政策对吧 国家政策性题材 最近来讲都可以进行关注 以及咱们这个什么呀 这一个呢 次行股对吧 次行股最近讲的非常不错 但是呢咱们周围对吧 这一些次行股来讲可以干嘛 把握一个短线呢 赚钱机会 是没有问题的 好朋友们 能够明确的话 你给圣哥呢回复一个178 从目前上来讲呢咱们看得见 北化股份依旧在呢均线下方徘徊 我相信呢刚才有听咱们圣哥的 在呢这个位置把握的呢 目前账户已经翻红 能不能说呢开门红已经呢 开始呢怎么样呈现出来了 咱们现在等待的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呢起爆的机遇 啊这一点 那从整体上来讲呢 今天早盘我说过对吧 一触即发当中呢 我接下来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析 你看到没有 咱们早盘呢轻松进化有个非常好的表现 上风水泥也不错 啊这一些呢个股都非常不错 对吧你们 所以说咱们干嘛 你呢啊这一个当中呢 每天关注好我的空间 以及呢来到直播间 啊一起进行个学习技术 对吧 学习好技术才能够把握到这一些怎么样 牛股这一点 啊朋友们能够明确的话 给圣哥再次回复个要求吧 以及很多朋友都说想要学习一触即发 但是呢不知道在哪里学习 对吧 你可以干嘛啊啊 加上呢屏幕下方的这个什么呀 这一个呢QQ 好吧 我们加上呢屏幕啊下方的QQ 啊加上之后呢你进行个报名 啊报名之后呢可以干嘛啊 啊领取到咱们呢 圣哥的一个呢一触即发文档 好吧这一点 然后咱们可以干嘛啊 来到直播间一起免费交流学习 如果你有碰到那一些什么呀 牛股分成 啊卖软件的也好 啊以及呢这一些什么呀啊 牛股合作的这一些呢 私募机构的你呢都是干嘛啊 啊统一拒绝掉 咱们呢圣哥说过在直播间当中 我呢就是要干嘛啊 免费交流技术对吧 好东西呢一起分享 啊以及呢咱们可以把握的一些牛股呢 都能够呢大家一起去把握 啊这个呢反正我们 啊能够明确的话 给圣哥再次回复个178 所以说等一会 啊圣哥呢给大家讲解一下 北化股份它的一个技术形态 以及什么呀以及它的一个呢 指引咨询点啊这个 现在先不要朝期 如果呢咱们反正我们啊 稍后北化股份啊它有涨停的趋势出来的话 你呢在QQ上告诉咱们圣哥啊这一点明确没有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呢 技术形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判断分析啊 你呢咱们打扣了 嗯 感谢观看